请收看 慈悲灵感 王禅老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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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在彌陀奖堂设了法会 因为还没地震老祖的开始要做祈福的法会 有 有 有 当时你也都有参加 有比较特殊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知道一阵迷陀奖堂里面都是油灯 是 有听说那个郭佑町的寺院说 那个9.1地震是凸凸的 一个而已 准下去 全部的灯都是化去 不然我们那是木灶的 是 是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那在那后来9.1以后 我们又回到那个民主讲座 书在那些工庄 那那时候有余震 那余震非常大 也很大 好像六点多的样子 非常大 整个厨房都有 后来书在那搜索开始说 要听那个张院长赶快 農作有机器 要准备五百份千牛花 千牛花要摆我们的 如来圆的五百楼案 要摆一人千牛花 要摆一人 她说索索禁令 我有听很久的索索禁令 马上 马上联络 马上就很快喔 那天好像那天千牛花就到了 马上尾起来嘛 尾到要把9.1 这个余震 要把它平息掉 慢慢平息掉 所以挪作足弊 俗足弊 很多的法 在那边同时进行 所以9.1一来就很平稳 不过又说到这里 我又回想到 那个千禧年那里 有跟9.1一件事情 千禧年那个书道展 好 书道展圆满以后 书道展在国父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喔 嗯嗯 圆满以后 现场就剩下师傅跟我 就现场就剩下师傅跟我 就现场就剩下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我们两个在那裡 师傅跟他说 这床完完之后 五十年 台湾没大地亚 一百年没建政 但是这个顺序我忘了 不假如哪一个五十年 一百年 就是五十年内 至少没有战争 没有大地震 一百年内不会有战争 还是大地震 书那时候跟他开始这样 在国父纪念馆头前 对啊 我那时候真的 我说 曾董书真的这样 那时候因为 那时候我接受书书不久 书书那时候也不太认识 我只跟他学员了嘛 穿了法国的学员而已 他就这样跟我讲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 敢讲这种话 他那时候的心态 这不是普通人 对啊 我那时候是我对师傅那时候的印象 说到这个九二一地震 师傅有问说 师傅有跟你开始说 九二一地震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师傅有没有特殊的 跟你的聊天的开示 随言开示 师傅在一次聊天当中 他有说 他说九二一阵 哦 师母这样紧张 我问他 快点啦 大地盘啦 快点啦 师傅一声 你不要帮我炒 我回来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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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帮我炒 他说没问题 你不用紧张 我回来先试一下 师傅人在家里 师傅在家里 他说要回来先试一下 是 我想应该是我们讲七门盾夹盾回来的吧 好 他回来 师傅后来听说 我去千佛残堂 那边这样摸 哎呦 边都不好 没躲 他说我这样 他今天千佛残堂 我们几百坪都没有柱子 中间都没条 都没条 他说 这如果倒我就落开了 那如果没躲 就要继续方法 师傅后来听 他说我拼 哎呦 边都没躲 他说没躲 没躲 所以我就 哎呦 这样 为了断断 这个 这个是我第二次 我第一次听师傅一种神通力 那后来 还是有神通力 我还是有碰到 后来还另外找个姻缘 我们讲到 在讲师傅神通力 我说师傅 我说这东西还不简单 但是 我说分享了 我的面部 那建立踪 有个 nehеб子 有一尊庙叫做清水祖祖寺 是 那 событи 明年的要玄窞 因為那個元蘭法師 他們大兄是廟的委員 那廟廟我聽說有三十七的第一書 看風水的 人家說有第二詞 對… 在中書才來 我第一書那時候沒什麼話 我們說之前是知道了 有個社群師粉絲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什麼 我沒有解釋那時候 那時候元蘭法師 我都請給他賴老師 是 因為我在教育團是都請我賴老師 所以我叫賴老師說 那個班長 因為我那時候在… 褲長 我們在上班是張醫護課長 他說褲長 我們自己人 你可以做交通指揮嗎 那天啦 事後來那天 我說可以… 我待大樓幾乎 幾乎大家進去行水組織廟 進來說 因為事後進來就好了 我還在進來就說 這很幻想說 旁邊一堆人圍住了 那時候 這人不簡單 怎麼走得都一堆人圍住了 真的旁邊圍住了 我們… 因為我們不賣他 人也不賣他 所以我們在旁邊而已 然後剛才有一個姻緣 那時候火梯嘛 師父在廟宇拜完之後出 落後 因為我是想要進來嘛 他們裡面的時候一定在落後 是 所以我已經把火梯了 是 我師父沒有人打去 師父我去抓好 他說好…你把我抓 是 就是這個姻緣 我從頭來看完 才知道說 哎唷 這個粉圓醬師不是普通人 真的不是普通人 我們就去到現場了嘛 這樣他給火梯就放下去了 是 那時候他那是古廟 那旁邊就放在那裡嘛 就是煩神廟 煩神廟就對了 神廟用卡拉機 有卡拉… 很大的都卡拉機卡拉 卡拉機卡拉 師父我再來… 再來用那個… 用骨頭骨 用兩天啦 那兩天骨頭骨頭 等一下…好啊 換我 你不要來了 嗯… 在這陣情 師父那個樓經就放下 粉金什麼什麼 都還好 蓋在上面好了嘛 嗯… 蓋在上面 他蓋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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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慢開 然後… 那時候外面的人說 班長啊 這個臉都紅了 他說這很燙的啦 這發現裡面都紅了 喔… 那個是血點就對了 那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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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一片喔 那後來師父開始…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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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填膀 他自作是填膀 發現沒有填膀 所以第一師父開始說 我第一次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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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填膀 就在那裡填到 然後現場是頭紅紅 那沒注意啦 師父來說喔… 我都很燙的嘛 他說喔… 你面前說一說 很燙很熱啦 這很熱啦 我就是填膀 填膀這樣喔… 慢慢開開開開… 那頭上中… 開了一條黑三菜 頭這麼長… 頭這麼長… 黑色的黑… 開了… 我們的粉金山… 砍下去… 準準準… 他說師父… 炸到在那裡… 他說我… 我比較好氣… 還沒點到 真的還厲害啦… 那在那裡填膀的東西 他只要黑得出來… 哪有這種人啦… 然後他聽到… 那時候都黑音梯嘛 是… 他要用… 要用螺盤然後… 借著佛光嘛… 要有陽光佛光嘛… 要來照那個… 照那個… 那裡填… 大地魚的粉金山那裡嘛 黑音嘛… 像我這麼說呢… 也很快一點 讓我看在頭… 快找一下… 讓我照一下就好 師父是對聽說話… 我說… 這是什麼… 對聽說話… 你快讓我照一下啦… 立頭還開著… 讓我照一下就好… 所以… 馬上就開開了… 是… 像照好就是… 照好… 師父… 落筋… 我拿到那… 那粉金山那裡嘛… 師父說… 我如果… 拿下去落大… 可能我跟他而已嘛… 就跟他說而已… 我拿到旁邊有聽到… 因為我是拿霍山… 就在旁邊而已… 都沒用力… 就像我而已… 那個因緣真的很殊勝啦… 我太想… 太想… 很想是… 感恩老祖… 給我這個基岩… 不然我一個菜椒… 不可能是塞旁邊… 第一… 不可能啦… 不可能是我嘛… 第二… 師父你拿霍山… 還到現場… 我都在旁邊… 我太想了… 知道嗎… 然後… 拿到這裡… 啪… 這裡落大了… 我霍山… 卡住我… 快點點… 師父都… 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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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甘露… 大家都落湯姿… 我也看過什麼大甘露… 第一次聽到了… 師父這樣說… 就這樣說… 大家說大甘露… 我知道… 唉唷… 這是什麼人… 怎麼會說話這麼厲害… 都說真正的… 還對聽說話… 後來…我去清晰… 我一個佛學學長… 那個學長… 我叫他仙姑… 很厲害… 也有神通力… 我都清了仙姑… 說仙姑… 我們師父… 他說… 對聽說話… 他說… 這種人… 他最早修到七重天… 這樣跟他說… 什麼七重天… 我不會… 他說… 他修行就很高了… 對… 人要這樣… 很不簡單… 但是… 到後來… 有一個因緣… 我的師父… 開工說這句話… 師父說… 我到四重天了… 我公司… 我就知道… 唉唷… 因為… 你… 你跟著師父越久… 你認識越多… 就覺得這… 不可思議的人… 沒有… 那個想法就越出來… 哪有這種人… 誰跟哪有空有這種人… 那些人… 然後他又有神通力… 然後他一直在弘法… 一直弘法立生… 現在哪有這種人… 你就會… 會很讚嘆… 你… 打遊戲… 讚嘆… 我跟師父… 真正禮… 不知道怎麼表達我們的正義… 很不簡單… 所以今天是… 我相信… 很慌張… 跟師父… 是天人合一… 就… 讓你看到說… 欸… 這樣就是這樣… 真的很殊勝… 真的很殊勝… 那天後… 我對父母神主… 寧願相待… 這… 不是普通人… 我都說… 他真的不是普通人… 真的不是普通人… 他… 他真的… 他的… 後來是了解說… 師父的怨力有到那裡… 但是他真的… 他怨力有到那裡… 他的功德力也有到那裡… 是… 才有辦法顯現這種… 這種神通力… 因為我在… 我在佛學… 上課很久了以後… 才進入中文嘛… 所以在那邊… 講了什麼神通力… 我們在那邊… 我們老師的神通力… 我們在上課老師的神通力… 都有… 我們都知道… 他都知道… 他會講一些… 給你聽… 譬如說… 我說一個人… 老師… 這種藥可以吃嗎… 別拿了我吃… 我吃了我… 就知道藥可以吃嗎… 他治什麼病都知道… 他就有這種神通力… 修行到… 他的身體… 非常微細微妙… 喔… 原來… 那時候上課的那種人… 跟… 混原禪師這種人… 他們是… 一樣都是那種… 高高在上的人… 我可以比較嗎… 喔… 不是凡人… 不過如果這個老師就… 覺得他很厲害… 但是又… 讀到混原禪師… 那時候才會覺得… 這更厲害… 因為不同… 不同那個… 因為… 我們… 其實我們… 學過氣功的… 有一個… 有一種功能是… 你大概… 油耳吃… 我知道… 那個… 對什麼… 五臟六五… 大概哪一個地空有幫助… 我以前知道… 現在都不知道… 我以前會知道… 是喔… 它會反應嘛… 所以… 想一想… 這還可以… 可以學的… 因為那是氣場的反應… 藥…藥的氣場吃場嘛… 嗯… 所以它反應在你的身上… 你那個地方反應… 你就會知道… 嗯…嗯… 我以前… 比較認真的時候… 曾經會啦… 現在不曉得啦… 我說… 我們師父… 在… 在… 我想到那個氣場… 在我們那個… 乳萊園裡面… 那時候一個法會… 我也是在切… 師父的末寶… 師父說… 你手在做什麼… 怎麼手在鼻子… 師父… 師父… 你的末寶… 哇… 那磁場很強… 他都… 這樣喔… 照就這樣喔… 師父… 其實是看有… 他知道啦… 他都…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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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師父… 這樣扛扛 這邊這樣扛扛 在那邊我看 我看不見 說在市場這樣 你喔 要認真 你喔 要打坐 我就很抱歉說 因為我都沒有認真 都沒有打坐 我坐不住 你知道你要靜下來 打坐靜下來 你才會扛上一層樓 這久的我還要記得 所以我現在比較有認真不知道 那時候師傅就會跟你講 隨言開示就都在跟你開示 對 然後他又跟我們開示一個妙法 他說 你動手幫人家治療 你一定要先練六次大名做 保護自己 對 然後 王武 馬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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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練 你心一直練 你再幫人家治療 你才不會受傷 反而這個 又到過了幾年 99年 師傅剛才去大陸腳 那時候發生病變 那年 我在醫院裡面 我以前請教師說 你跟我們師傅說 我去幫他治療好不好 因為我都不知道有效果 就是說 要盡一點弟子的心意 是說好 趕快來趕快來 然後 那時候才知道說 這粉圓閃蘇 真的不是普通 一定99年了 我已經88年了 又經過11年了 他又讓我感受他的神通力 人家就在痛苦了 還在煩惱 神不及發揮 以前跟他說 我剛進去 那時實在是一個機緣 因為 從我進去幫師傅 治療以後 他說 黃董事說 你如果手才來 說 不好意思 我就現在才知道 我就不知道要如何 一聽人說 我說沒有就試試看 那個 手發風 我手把師傅刺了 我的手是黑肚紅的 我看怎麼會怕 看師傅風多大 然後這個就會想到說 醫生講的話 奇怪 人家的風是這樣 風是要拔來 那是風哪出去了 我師傅的風是 早在外面 我想說 這真的 這真的 老主天類 對對對 這頭會處理 那時候真的是 這很不可思議 因為你只要看到他的腳 你知道這 這不可能也好 只要你有醫學常識 你就知道這不可能 然後 在那個時候 就師傅說 來來來 今天這樣就想不可以 我又教你妙法 真正跟他說 六支大名租 他說 你要怎麼做 他說 大魔祖書 要跟家族 都是繞三圈 一 二 三 氣 打到頂 對 都有這個動作 哦 他說 你 繞三圈以後 你要用你的氣 譬如說 他腳 你就從最上面 要這樣劃下來 那我要動這個地方的意思 你才不會受傷 所以 我現在要習慣了 我乾脆從頭到尾都動一次嘛 我就可以從頭到尾都動了嘛 所以我現在你 那時候如果我在動到 你看我都會這樣子 那師傅的描範 然後氣把他劃下來 代表說 這段距離我都會動到 他說這是 把魔祖書的描範 這樣你才不會受傷 告説說 我現在要坐這裡 對 你說那個 去丟掉那個 那是 那個一個動作而已 因為師傅跟他說 我是要治療身體嘛 所以我就這樣看哪裡 要從頭劃下來 以後要給他開始 然後 又有一天 總共就站在裡面 師傅說 請坐 來 我有教你描法 哦 真好 他想說 啊 不對 旁邊也要 幾樓發市場 不然我教你們大家明明 好 他說 你去 你去 外面 我教你 你照我教你這樣 你去探測 大自然的食材 這個我在這裡不便講 我只是說 師傅會有告訴我說 你這樣出去 他說你出去去試試看 我好好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 過幾天 那時候剛好 師傅 那時候開始在找地母真經 對 然後他拿兩坡 是 一坡是他台料港來 一坡是台灣港來 那時候請誰呢 原窮法師 不是 我知道原窮法師有請一本 我知道那時候請原生法師念 台料的那一坡 原藥法師念 台灣一坡 念一坡有師傅聽 是 看都有一坡間 看地廟 因為地廟就說 師傅你聽得聽 地廟就說 你現在這樣 要開始 風洋我的那個 沒有 他說好 可以 以前的師傅說 地廟之前找我 叫我風洋地母真經 我就不認識 他就不認識 他就不認識 我都不認識 他現在有認識 沒有啦 他說有了我認識 所以 所以 一陣開始念了 念了就說 台料那一坡 一坡 一坡一坡 一坡一坡 然後 一坡 我每天我下班以後 我都去 去幫師傅治療 然後一坡 那天剛才在想 地母真經 每天都叫 叫上 然後師傅 剛才有在 腳在水療 我都給他 他水療 我就減治療 然後就動 我就不動了 就電腦 師傅 你的腳 我今天沒有 他說 對 很輕的 好像沒有腳 很輕的 對啊 我來跟師傅 說一句 師傅 是不是台廟在看 我們這樣聽不懂 聽不懂 台廟在看 他說 高師傅 你腳筋好 快拆開 我弘揚 我的地步真正 我就跟師傅反應就是這樣 我師傅 台廟在看 很急的 很急的 哇 那真的 不可思議 然後第二 還要幾天 還想 還想經我 他腳步 王師傅在旁邊 在旁邊 我今天有一個 好像金鐘灶 倒掉了 我手 沒喝 我沒喝 因為師傅不知道什麼 師傅那些靈氣團 師傅那時候跟我說 我的功力恢復了 我的靈氣團 他們出去又吵出來 我剛才說 燉 師傅的氣氛燉獎 是因為師傅 他告訴他 我出去又燉下去了 又出去了 王元生 師傅的功德力 他都是 他都做的 那個靈氣團 都出去 出去 他說他恢復 因為我去恢復 那時候跟我說 恢復幾層 好像六七層 我說我以前恢復 公力恢復六七層 他受傷到之後 又恢復了 不然是那時候 很悲哀 但是說很悲哀 我說 你的這麼悲哀 還反正剛才說的 反而散播室 那不可思議 我一次又咬下去 帝母真經這樣硬殺 確定說要弘揚帝母真經 對 已經確定帝母 我師傅 我以前很高興跟師傅說 師傅 公力了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告訴師傅 師傅 你現在 是不是 第三次 他把我擔心 他把我擔心 我告訴師傅 阿彌陀 公力了 公力了 師傅 你沒問題了 沒有問題了 地廟出門了 所以我 那時候才真的說 從老祖跟帝母 帝母 帝母到天尊 還有婚人想說 這根本就連在一起 這個人怎麼跟先某是連在一起的 我接觸到是這樣子 他都連在一起 不可分 即使到什麼 到階段性的任務 做一種心分 來幫你 來幫忙 來幫你指導 看要做什麼事情 是 所以這個婚人程式是不可思議 是 所以我們的法會 或是說所有的祈安的事情 其實也都是諸佛菩薩來幫忙 師傅的天人合一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謝謝你 台北台人說 客修定例 今天很感謝 陳大隊長來跟我們做很好的分享 感謝你 阿彌陀佛 謝謝 阿彌陀佛 當時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發育穿萬 無量收妙地省 翁山路祖 風景 風景 和穿萬 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